- 柯文哲宣布參選2020年的總統大選 那他的競選的slogan叫做Keep Promise 問題很大 我們來講講為什麼 大家好 我是Paul 週二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我相信他選Keep Promise 一個很大的原因可能是 他是科P嗎?KP 那正好Keep Promise 這兩個字就是他的KP的縮寫 那好 但是他有問題 那問題在哪裡呢? 這不是我們第一次找政治人物的英文的麻煩 但這跟政黨無關 我們只檢討英文 好 所以我們就馬上來看一下 到底Keep Promise 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要從頭講起 什麼是從頭講起呢? 我們就先從Keep這個字開始說 這是國中就學過的英文字 他有保持或之類的意思 把什麼東西給留著之類的意思 所以他可以加後面的東西 包括有名詞或者VING或者形容詞 那這個VING就很tricky了 VING既有可能是跟前面一樣是名詞 也有可能是跟後面一樣是形容詞 我們就舉幾個例子來說好了 像例如說你加名詞的話 so you can keep a habit 那這沒問題 所以名詞而且還可數的這樣子 那至於名詞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補充下去 所以總之Keep的第一個可以加名詞 那再來加如果加VING的話 像我們很知名的一個威士忌品牌 叫做Johnny Walker 他的slogan就是Keep Walking 一直走下去 也OK所以Keep加VING沒問題 那至於加 就一般的形容詞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 像例如說我每天吃水果 是為了保持健康 so I eat fruits everyday in order to keep healthy Keep healthy也沒問題 所以Keep能夠接的這三個可能 那至於說中間這個ING的部分 有可能是主詞不語 也有可能是受詞 那這個部分大概 不把它go too deep into it 因為這大概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你只要知道Keep可以加 形容詞跟名詞都有可能 好這是我們第一個講好的點 再來Promise的問題是什麼 Promise 為什麼Keep promise是錯的 因為Promise這個字 有點麻煩的地方是 它名詞跟動詞 是同樣形狀長的一樣 所以它既可以當名詞 也可以當動詞 因此如果說今天你講 Keep promise的話 為什麼錯 第一個錯的是 你看我們剛剛講Keep a habit 如果說你要接的是名詞的話 那它是可數的 你要給我一個罐詞丟下去 所以如果它改成的Keep a promise 都還好一點點 都還好一點點 可是如果你說 柯文哲Keep a promise 那聽的人就會問 OK What promise 一個承諾 好那個承諾是什麼 你講出來啊 那所以不是一個承諾嗎 那它可能承諾的東西還好多個 承諾兩人之間盡量不打仗 承諾什麼 居足正義什麼鬼的 Right 所以 I guess you keep more than one promise 所以說這邊 我們一個概念就是可數名詞 一般後面 就一般是必須是複數的 除非你加了冠詞進去 像舉幾個例子來聽 我是喜歡運動的 I play sports 要是複數的 如果你說I play sports T的話 T結尾沒有複數的話 你可能就要講一樣 你要加一個冠詞 I play a sport I play the sport 如果跟你在講一個 我們都知道運動是什麼的話 那就是的這樣子 OK 那一樣再多一個例子 我有朋友 你不能說I have friend 單數的 複數就沒問題 I have friends 或者我有一個朋友 I have a friend I have three, four, five friends 前面加一個冠詞這樣子 OK 那這個冠詞的可能也有 所以冠詞的範圍也有可能是 所有格 像回到promise這邊好了 如果他今天講的是 promise是複數的 當然是沒問題 keep promises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 可能改的一個方式 那如果說你今天講 keep a promise 我們剛說過了 可能他覺得 人家就會問什麼promise 那如果你改成 keep the promise的話 當然文法也是對 keep the promise 可是一樣 那你要就會問 什麼promise 所以柯文哲 keep the promise OK what promise is that 你沒有講清楚嗎 所以這個 or跟the 都還是會留下更多的問題 那我剛還沒講完 就是所有格的可能 如果說今天改成 柯文哲 keep his promise 好像也OK 可是我會覺得 所有格 丟在這種slogan裡面 並不是太漂亮 OK 好 所以 就是拉拉扎 先講到這裡 所以為什麼 keep promises 是錯的 第一個就是 它的名詞沒有變複數 這是錯的 那如果說你把它改成 單數的或者固定的 或者是所有格的 又不太對 所以如果改成複數的 是不是就好很多 我覺得是 我可以給我 keep promises keep promises you keep many promises OK keep promises 那 不過我還是覺得 這不是一個非常漂亮的 競選的這個slogan 就是 keep promises 這聽起來還是蠻空洞的 那至於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如果加了ing 因為我剛前面講過 keep可能可以加名詞 或者加ing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把它改成 真的ing keep promising 有沒有好一點點的 更糟 這就是它原本這個版本 keep promise 被人家直接去聯想的一個 因為大家知道是錯的 所以如果說今天讓我來選 他想講的是哪一個 就到底是名詞版 還是ing版的話呢 我會忍不住 往ing版的方向去想 這樣子 因為ing版的方向 比較好笑 什麼叫比較好笑呢 什麼叫keep promising keep promising的意思就是 你不斷的跟我許承諾 然後會不會達成 不知道 大概是不會 OK 像一個小朋友 可能跟爸爸說 你一直答應我 要帶我去六福春館 可是一直沒帶我去 所以 you keep promising that you will take me to 六福春 but you never deliver OK 你從來就沒有真的 達成這個 你沒有deliver on your promise 你沒有fulfill your promise and that's bad OK 所以keep promising是很好笑的 就是柯文哲一直許承諾 然後一直似乎是沒有兌現 所以這個聽起來 就非常的奇怪了 所以總之啊 如果真的要給他一個建議 那怎麼改呢 keep promises 我覺得還算可以過 keep the promises 也是正確的文法 但還是回到我 剛剛前面說過的 我覺得兩個版本 大概都不是非常好 都不是非常好 那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是你幕僚 我給不了你什麼建議 我只能夠糾正你的英文 總之這兩個都不是 就是你原本的版本已經夠糟了 即便改成一個文法正確的版本 說真的也還是沒有好到哪裡去 就是OK 好所以 這是很難的東西 那我也只會出一張嘴 我只會批評 那你真的要我想出一個什麼 來給你建議的話 我做不到就是 好 那至於你可能問我說 那Paul你這個大選要投誰 我當然不會告訴你 好啦 anyway 那所以這是柯P的這一個競選口號 並不是非常好 那來不來得及改 我個人覺得要改還是來得及的 知錯能改又是沒有了不起的 對不對 那你要是一直不改一直這樣下去的話 那這個越來越多外國人看到 越來越多國外的媒體看到 報導或者拿那個照片去引用 或什麼的話都不好看 說實在的 那不過他會這樣子用 我覺得就他出現這個錯 柯文哲自己本身沒有抓到這個錯 我也覺得是還蠻合理的 合理的部分就是說 我所理解的台灣的長輩 就很多的英文就是不會去注意到 複數的變化的問題這樣子 如果他今天真的是Key Promises的話 我覺得真的 我會放得過 而且我不會有那個挑動不到文法的敏感神經 你有用正確的複數的話 那可是複數這個概念 就在長輩中很常是沒有的 那另外一點 我這裡有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是他上那個 謝震武的節目叫做新聞面對面 那他跟美國之間的溝通 我認為說不定曾經出過問題 什麼問題你知道嗎 就是美國對中的策略 對中國的策略 現在呢就是遏止他們做一些 就無力犯台的可能 所以那個遏止跟原本讓他們就 控制住局面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所以控制住局面跟遏止是不同的概念 再強調一次 那我們就聽他這邊怎麼講 上台海不會發生戰爭 為什麼 因為美國沒有要 因為美國你看 我那時候跟他講說content 所以聽到我一聽到這個字 就哇馬上整個 整個就緊張起來了 因為他講錯了 才會說 喔那時候講出content content 他講成這個字了 OK C-O-N-T-E-N-T 這個字是念做content沒有錯 他也可能念成content 因為content的時候變成內容 例如說table of contents 就是目錄 一本書的目錄之類的 那content的話 我們一般理解為就是安於現狀的概念 OK 安於現狀 所以他把它講成台海之間安於現狀 或者美中之間安於現狀 不是啊 他想講的其實是圍堵這個字 就是控制住局面這個字 那這個字應該念成content 好我們再聽一下下 一開始說圍堵 那一開始說圍堵 所以他想講的是圍堵這個字 那應該是content這個字 可是他在美國當然不可能拿出中文來對不對 那我希望他當時是有傳譯的啦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這個字可真的可能是誤解錯了 那可是那美國也跟他說不對 大概美國想法是 無論你要用content或者contained 都是不對 因為現在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是 是遏止他的行為 那用的是什麼字呢 我們順便學一下 再聽一下 馬上說不是這個字 我說contained 你看他又講錯了 我說contained 啊不是 contained才對 他馬上說不是這個字 他說不然用哪個字 他用deter deterrence叫做下阻 對啦 所以deter這個字 deterrence 嚇阻 OK 所以這是美國現在對中國的策略 deterrence 那把什麼東西給遏止住 遏止住 那像例如說 我們講說這個洗碗精啦 我們就叫它detergent 所以也是從deter這個字出來的其實 OK 好 所以啊 這兩個字的發音真的也是很重要 所以你看這個科文者他 口語的英文其實是真的不太行 他還蠻愛丟一些單詞出來 丟單詞沒什麼問題 但那我也覺得他大部分丟出來的單詞也是都對的 只是這個contained跟contained真的差太多了 所以特別要揪他出來一下下 那真的要比英文的話 我認為蔡英文的是好很多啦 沒有錯 就算連發音的口說都是非常好 那真的 科文者在這方面不行 我相信他的英文其實沒有差到哪裡去 畢竟他曾經也去過 他在學藝的歷程中去過美國的Milisota州 去做過 我不知道那個該怎麼說 總之就是去做過交換或者之類的 那你能夠在美國的醫院待著 雖然說 我們有時候講說專業能力 你會的東西 英文不見得要很好 也能夠在你的專業領域裡面發揮 像很多會寫電腦程式的人 英文也不見得很好 雖然說電腦程式裡面很多的字都是英文字 but still 這個跟語言的能力其實不見得一定有正相關就是 好啦 我們大概挑剔到這裡也就夠了 有機會的話我們再講一些別人的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這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